靠近白俄罗斯边界的乌克兰北部 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移动建筑 完工后 这座250米宽的钢铁拱形建筑 将被移到200米外的石棺上 这座石棺是1986年 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爆炸后仓促建成的 我们的司机已经来过这里500多次了 每一次停留不能超过15分钟 它的盖格技术器显示 这座随时都会坍塌的旧石棺防辐射功能有限 事实上核电厂的外围是安全的 辐射不是来自地下和土壤 而是直接来自石棺 当反应堆爆炸时 成吨的辐射性物质喷入天空 坠落后散落在当时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可是苏联莫斯科政府并没有提醒公众的警觉 直到后来瑞典科学家上世界宣布那里发生了恶性事件 农民伊万塞米尼克说 如果苏联当局告诉村民他们再也不能回家了 那样会造成恐慌 也许这个地区的12万人口中许多人会拒绝离开 他们欺骗了我们 我只带了20个土豆和一只水壶 开着我的破车离开了 可是塞米尼克和他的妻子 还是非法返回了家园 他们跟种着一块小麦田 养了几只鸡和一头猪 这里离开事故现场只有12公里 在30平方公里的禁区里 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城 除了清理人员和一些官员 每个月在里面待上15天之外 其他人一律不许进入 当时乌克兰共产党高级官员 克拉夫丘克在巴扎两天后视察了现场 他成为乌克兰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 当然乌克兰的知识分子 乌克兰的科学家和精通政治的人都知道 莫斯科是绝对不会把真相告诉乌克兰的 他们知道莫斯科一直想把乌克兰控制在手掌中 28年后 随着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乌克兰人起初的怀疑化成了刻骨仇恨 乌克兰官员说 俄罗斯背弃了鸡巴责任 没有带头为十官超支的数亿美元筹款 乌克兰议员瓦利·卡尔钦科说 现在俄罗斯让我们自己去完成新石棺工程 不能肯定他们会承担他们应付的那部分资金 有关方面警告说 由于石棺的危险状况 防止发生第二次切尔诺贝利灾难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浪费时间了 也许我们只有三四年的时间来完成加工工程 可是 即使加上新的拱形建筑 这些危险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清理废燃料和高辐射物质 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 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 美国之音赫尔曼切尔诺贝利报道